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陈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我为大家请到 其实也是会客室的老朋友了 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议题 大概会比过去要来的更有温度 更可爱一点 我为大家介绍阳光福特家的共同创办人 他现在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慧平 哈喽慧平 哈喽陈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慧平我看到阳光福特家 其实得了很多在这个商务的 社会企业的专业领域里面 是叫做政府的政治标记 就是其实蛮有公信力的 这里面我知道包含了像 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的buying power 大家我现在念的这个英文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每一次消费 就像一个投票行为 您决定了什么样叫做就是优质的产品 以及厂商 那什么又叫做可能不效厂商 这当然是比较严重 但最近在台湾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违规工厂 违建工厂或者是不食安不良的产品之下 我觉得buying power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中小企业处给阳光福特家的奖项 那当然在阳光福特家刚创立的时候 当时可以说是建立了你们摊投保的 我看到你们有得过台北市政府产发局 以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所做的这深度的辅导 对于你们建立了很多就是规制包含了业务 法务然后财务税务这些重要的东西 都跟这几个奖项有关 我首先想要请问的是说 阳光福特家的这些得奖 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商业模式很新 看起来不只是所谓的商业的天经地义 是为股东赚钱 你们看起来还为社会赚到了下一代的未来 所以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商业模式 是什么样的一个运作方法 谢谢陈伟的问题 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会询问我的 就是到底阳光福特家在做什么 那你们又用一个好像过去 大家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一种 群众一个共同参与的方式来做绿能 这是一个过去可能包含政府在推动 没有去想象或是能够触及 或是推动的一个一块市场 那我自己会把这个故事从我的人生 或是我的学术历程去连接起来 那我自己是念社会学的 所以我在过去博士论文就一直在关注 台湾太阳光电的在地使用 跟民众参与的困难 那我的确在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 发现台湾非常可惜 就是我们制造非常多的太阳能板 但都外销到全世界 我们自己不使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看见问题的一个 一个动力之下 我开始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解决问题 于是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希望能够去解决 我在研究过程看到的这些 民众无法参与 以及太阳光电在台湾 低度发展的一个困境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之后 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商业模式 那我自己在 这过程蛮纠结的 因为毕竟对一个从未想过要创业的我来说 要去成立一家公司 透过自己自主的商业模式 来支撑我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但事实上想象是容易的 但你在实践的过程里 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蛮幸运的 在2015年我毕业那一年 刚好遇到了我的两位共同创办的伙伴 一位是来自 就是他非常懂太阳光电的这个产业领域 跟商业模式 那他是Edison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协助我们把我们阳光福德加 这个平台去建置起来的一个伙伴 他是Lex 那这两位来自跟我截然不同的背景领域的 共同创办的朋友 其实也促成了阳光福德加 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姿态 插起了台湾绿能发展的市场 我们主攻的就是 过去我过去研究看见 就是大众市场 特别是太阳光电的最末端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绿能这件事情 是不被重视甚至不被看见 但这就是阳光福德加成立的初衷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与绿能 并且共享绿能的好处 那这个过程也包含了所谓的弱势团体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全球的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不能在发展的过程 遗落任何人 那这个任何人其实包含 就是我们提到这些偏向弱势 或是一些身心障碍的族群 我们希望他都是 这个过程里面共同成长 甚至是共好的一份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初衷 我们在2015年 我们真的就是毅然决然的 决定要一起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跟平台 2016年我们就推出了阳光福德加 这样的一个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简单参与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就是透过民众可以提供他的屋顶 或是民众可以小额的出资认购一片太阳能板 以及民众可以透过小额的捐款爱心 一起来打造台湾更多更多的太阳能的一个设备 然后产生更多的绿能 然后为地球环境减碳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我们搭配了政府的再生能源的政策 把电力可以转换成具有经济效益的一个稳定收益的来源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哇这个听起来好棒 但是你们一定是诈骗集团吧 为什么该太阳能可以赚钱呢 对 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说服大家 这是政府的政策 因为台湾从2009年我们通过了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其实我们就跟像日本德国一样 这些国家其实都比我们走得更早 他们透过所谓政府要求公用电力公司 他必须去收购再生能源的发电 并且用高于试电的价格 那这样子去撑起所谓再生能源的经济的诱因 但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看到了 我也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但是你却发现这样的经济的好处 或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商机 能够投入的都是大企业 因为它有资金能力 毕竟带坐太阳能电厂可能动辄数百万 甚至数千万 它才会有一个规模效益出来 如果只是一两片 虽然可能一片大概一万六 但是那个规模效益没办法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看见是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参与 而且我一直觉得 从社会人文的角度来看能源转型这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能源转型不是只有硬体的转型 不是科技的转型 它还有社会软体层面的转型的搭配 否则你就会很容易遇到冲突 那这也是我在过去研究过程 一直在所谓的科技与社会研究这样的跨领域的学术领域去学习 其实你会很知道一个好的科技能够被社会所接受 它真的需要去两者兼顾 科技与社会是彼此渴望彼此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业结合的团队 就是我自己是人文 那我的伙伴是非常科技技术的背景 是还有管理商务的背景 对对对 所以我们自己就变成内部就是一个一业结合的团队 所以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跟市面上大家看到 做太阳能可以这样子做 很创新的商业模式 那我觉得蛮感谢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也遇到蛮多的贵人 包含刚刚跟陈伟有提到 就是台北市政府早期惩罚局 他们有社会企业的辅导的方案 那还包含后来我们进入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一个深度辅导的单位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也帮助我们建立起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信心 也建立起民众对阳光福德家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底下 只是大部分的民众不知道或不了解台湾人人员转型到底在干嘛 或是什么叫卖电 那再生能源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获益 其实大家是不清楚不了解 所以当我们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领路 或是更多的政策或是有一些资源帮助我们去跟民众做更多的说明 所以这样的过程慢慢的奠定了阳光福德家跟坊间 一般在推绿能非常截然不同的 因为我们真的台面上你会看到我们做了很多的行销或宣传 事实上台面下我们做了更多民众看不见的努力 去建立民众对我们以及对台湾能源政策的信任感 我觉得这个是看不见的努力 那我很喜欢小王子那句话 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眼睛看不见的 而这个部分就是阳光福德家 为什么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 因为他们会看见我们在台面下做的很多包含服务 或是在推广或是说明 我们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去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的踏实 我还是回到其实作为参与者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胡萝卜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可以赚钱 我刚才听到阳光福德家的这个商务模式 我觉得我应该要更精准的说 这个社会企业的模式 这个听众朋友商务模式跟社会企业 它最重要的一个具体的差别 我不要跟大家陷入那种细节 什么到底是公司体还是非盈利单位 我要跟大家说最重要的细节在于说 它有没有回馈社会 还是它单单商务模式传统的只是回馈股东 好那我现在刚刚听到有开三种口 可以让大家参与阳光福德家所打造的平台 第一个屋顶 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很好理解 因为这就是一种租赁的关系 就像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在闹趋势中心的一面大墙 哇这个选举的时候就各大的 这个候选人都会来租我放广告上去 可是第二种方式叫做 来买块太阳能电板吧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 一般来说我们大家可能就是存钱 我们知道现在钱放在银行里面 利息有够低 那刚刚您有谈到说 就是因为台湾在发展这个新能源 所以有20年保障的比市价市面价大概 听众朋友一度电平均大概1.5元左右 这个是平均值 比这个更高的卖电的这个钱 可是这个话大家一想马上就会想到说 太阳能它有间歇性 它雨天没有 晚上没有 所以太阳能电板如果当我们买一块 花了多少钱 那预计了这20年的电费的收入 扣掉了 阴天没有 晚上没有 它真的有比我们钱放在银行更高吗 我想参与真的是认识一个科技跟政策最好的方式 所以像我们的参与者 他参与之后就会理解这一切了 我要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假设你今天在阳光佛家 你刚好手边有一点闲钱 或是存了一笔钱 甚至我去学校演讲 有学生听完说跟我说 他要把他的压岁钱拿出来 对 一万五可以的 他就说 那我买了一片太阳能板 然后呢 就会搭配我刚刚说的 我们一起出资 我们就募到这一座电厂的经费 我们就拿来盖一座太阳能电厂 他就会开始施工建制 完工挂表 然后跟台电并联 那并联之后 我们就开始卖电给电力公司 那因为台湾只有一家台电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卖给台电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会很有趣 以前我们只能付钱给台电买电 是 对 我们是电力的使用者 但现在我们是电力的生产者 我把电卖给台电公司 他跟我收购 然后并且他会透过 我们刚刚讲的 政府的再生能源的顿购政策 所以他每两个月一起 他就会看你给他多少的电 他就给你 他就给付多少的 短售的电费给你 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 大概现在大概太阳能 四到六块都有 就是会高于我们的 一般用电的一个电价 是 所以他就创造出每一度绿电 他其实有更好的经济 经济诱盈 那这样的模式之下 很多人就说 那我卖电给台电 二十年的保证收购期间 是二十年后我才拿到这笔钱的收益吗 不是的 就跟台电电费单一样 可能两个月一起 他就会 看你给他多少电 他就给你多少钱 所以假设你今天投入一万五好了 你可能两个月一起 两个月一起 你第一年可能就可以拿到 一千五左右的收益回来 那第二年就是在累积 所以他有点像是慢慢的 你投入第一笔的资金之后 慢慢的回收你的 起初投入的成本 那你到了可能第十年左右 你就会拿回你起初投入的 这一笔资金 后面就是你净赚的 那换算成所谓 二十年的平均预估的 内部报酬率 相对于定存 可能现在一趴嘛 太阳能大概就可以有 五到六趴的一个 内部报酬率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 他是一个稳定 收益 只要太阳升起来 他就可以帮你赚钱 那当然大家不要害怕 晚上没有太阳 人家隔天还会升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以上所有的 预估的这样的一个 太阳能发电效益跟收益 其实都是一个整年度的 或是每天每个季节 可能有高高低低 夏天可能我就可以赚更多 冬天可能日照没这么好 那平均下来大概就是一个 大约十年的回收期的一个概念 十年成本就打平了 但是一讲到这个 我就忍不住有点担心 像这几天其实雨下的特大 因为跟台风有关系 OK台湾的天然灾害特多 光是台风 这个就是我们的宿命 每年都可以来可能五到十个 我想先问一下台湾的 太阳能板的技术 因为十年它不算一个短的时间 太阳能板的技术 足够真的让它撑到20年吗 是 这个结构真的是 台风的因素真的是 所有太阳能的业者的共同风险 所以这也不是阳光福德家 会遇到的单一问题 因此它就会被统一的解决 因为大家都有 对 所以我要讲就是一个 总体上来说 太阳能的业者会如何去 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阳光福德家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在评估 在哪里盖电厂的时候 就要先去确认这个建物的 还有太阳能板盖上去之后的 结构安全 有道理 对 所以当我们在跟经济部 或是跟台电申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提供 所谓的结构技师的安全签证 你必须要抗地震 今天有地震 对 抗几级的地震 然后抗台风 几级的阵风 你可能要抗17级的阵风 是 对 那再来就是 你在结构上面都符合了之后呢 其实再来就是你要去避开 台风上岸的地点 有道理 所以你会看到阳光福德家 目前我们在选定厂子 就是会优先去选择 我们觉得相对比较 低风险的一些县市 所以花莲台东 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 这样的公民电厂 理解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所有的产品都有保固期 那不同 可能像某组有某组有保固期 那太阳能的逆变器 有它的保固期 或是铝框支架等等 那这些在保固期间的一些损害 这些小规模的损害 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们就会透过保固去做更换 那过了保固期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烦恼 因为电厂就是 我们在发电费的时候 会扣掉几个必要成本 一个就是给屋主租金嘛 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会把违运保险的费用 也去先收一部分下来 那由我们来去协助 后面也许小规模的问题 我们就会去做处理 那这个部分就是 违运的部分 我们就用大家一起支付 一部分的违运的费用 然后去让电厂可以有一个 违运的经费去 好好的保持跟运作 那第三块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真的今天有一个 超乎预期的风险 或是台风好了 我今天可以抗17级的台风 可是今天有个20级的 这个超级预风来了 对 极端天气 天气灾烂 也许是全面的摧毁 我们也不能排除 但是我们要去降低 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每一座电厂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保险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 第三块的必要支出 我们会帮每一座电厂 做保险的动作 所以今天假设 在违运或是维修上 其实已经 修复已经没有 经济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保险理赔拿下来 然后分配给所有的参与者 所以也不会是一个 血本无归的状态 对 所以我在讲这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去大大的降低风险 那保险是最后一步 还好我们目前也没有用到 阳光福家现在有200多座的电厂 那透过我们前面 每个阶段做得越好 那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我们使用到最后这一块 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部分 我刚刚听到了 还有就是第三种参与模式 其实也是我觉得大家会很关心的 一种公益的参与 台湾绝对是爱心大导 虽然我们可能国家很小 但是我们是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国家 那大家可能在这个三部五部 就会有一家的便利商店 以及加油站 大家觉得最常见到的公益的模式 大概就是捐发票 可是你们竟然有一种公益模式 是捐太阳能电板 那这个东西 我刚刚又听到了您上面所讲的 就是说大概这个太阳能电板 它的这个收益 可以成为可能频率性的 每两个月就给予慈善机构 社福单位 他们一笔稳定的 金额并不小的一笔金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而且现在您还成立了一个 台湾绿能工益发展协会 您担任理事长 我还是想多谈一下这个绿能工益 您觉得推展这一件事情 您怎么把它推展开的 因为我要跟您说 这个东西很新 是 真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过去是 也很关注台湾的弱势团体的一些处境 这是我的硕士论文 所以应该说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在我的心里 所以即便后来我转向了科技与社会 甚至走到的绿能创业 但是这一份关怀 它也变成优化我们这个商业模式 更与众不同的一个面向 但事实上它跟我们阳光福德家 整个商业模式是非常一体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买了一片太阳能板 它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收益 更长期更稳定的收益来源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式用在工益 它也一样 我们一样透过群众或是大家的力量 一起出资 然后一起建制一座太阳能电厂 但是这一次我们结合工益的话 我们的资源就会来自于企业的捐款 以及民众的爱心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爱心集结起来 盖一座太阳能电厂 那并且把受益的收益 用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它会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它把一次性的爱心 变成一个20年的稳定收益的来源 第二个就是你的一开始的这个爱心 还可以透过再生能源的 这样的一个卖电的机制 被放大1.6到1.8倍 这个还可以同时爱地球 所以真的是一间三顾的好模式 但是如同成为讲的 哦这么新的模式 大家一定听得不撒撒 对刚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样推展开来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要 不断不断的去诉说 然后去解释 那包含我们要去说服企业 说你本来就有企业CSR资源 我帮你放大 然后还兼顾永续发展 然后他们一听觉得 好像有一点道理 对然后再来就我们也要说服社服单位 哎你的屋顶反正就是闲置空间 是啊是啊 屋顶楼又很热 嗯 所以我们就说盖着太阳能 还可以顶楼降温 还可以带来稳定的收益 所以我们要两面去串联跟说服大家 然后慢慢的促成一个一个的案子的发生 是是 这一切我们也曾经 我们也常常被拒绝了 真的太新了 真的 被拒绝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 真的 在被接受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 第一个案场在哪一个社服单位的屋顶啊 对我们第一个其实就是朋友的介绍 然后我们在桃园的国际儿童村 OK 那他们屋顶其实非常多 但是因为我们那是第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只做一个小小的5K瓦的太阳光电系统 大概是几片5K瓦 5K瓦的话大概五十几片 十几片 那没有多耶 如果快二十片的话那没有多 对很小真的非常小 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很困难的第一步 那我一直会去分享说 其实在创业过程最艰难的阶段 就是零到一的过程 当你是零的时候你去跟企业说 这是一个好棒的理念 然后请跟我一起做 他们一定先想很久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丢了几个企业基金会什么的 其实就石沉大海 但我自己是有点过度正向思考 所以我一直相信 包含我在研究过程 一直觉得台湾民众有很大的力量 那就像陈伟讲 台湾民众很有爱心 那我相信这样的力量存在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如果想的 但我们还是很勇敢的 把儿童村的5K网就放在我们的平台上 那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人认识我们 但我们就很努力的去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宣传 那最后我们真的目到这5K网 35万左右的金额 那我真的很感动 这37笔的民众小的爱心 帮我们完成了这第一个专案 那当中还有一位医生 他就是一直捐捐了四笔 然后还写信来问我们说 这样够了吗 很有诚意 对他就很想要帮助我们促成 然后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写信去问他说 为什么你比我们还相信我们 我自己都还在自我怀疑说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棒的理念 但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实现 但他他给我一句话 就是他自己也是因为 日本辅导合在之后 他自己有两个孩子 他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 未来可以活在生活 在一个非核的家园 没有核在恐惧的未来 所以他很想做点什么 那支持绿能是他想做的 但他过去也是没有办法行动 于是当他知道 我们在做这样更有意义的 绿能的行动方式 并且把这个绿电 放在更有需求的地方 他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他给我一句话说 捐款是最小的事 但我非常感动的是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我们来讲 这个捐款很重要 他让我们开始滚动 并且开始实现这件美好的理想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一直很相信台湾社会是一个很有爱的 很有力量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力量召唤出来 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中 听众朋友我要来跟惠平再聊一聊 他在这个2016年创办了 跟几个伙伴共同创办了阳光福特加之后 他看到社会价值的变迁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观点惠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我在今天节目里面 为大家邀到惠客室的老朋友 他是阳光福特加的公同创办人 也是台湾绿能工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陈惠平 惠平这个请教您 我们知道就是最近呢 我看到你们有一个跨部门的合作 是由非应力组织跟像你们社会企业 以及台北市政府政府单位 所共同打造的公民电厂 他具体的位置是在关渡国中 关渡国中那里 我其实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其实跨部门的合作 常常容易碰到的挑战 就是在组织文化的不同 像大部分民间机构 很多决策都是效率至上 所以越快越好这样 但是像政府单位 有时候他碍于就是说 他必须依法行事 否则就扩权滥权 所以他这个足迹上报 任何一个计划都是 这一层完了 在上一层完了 在上一层将足迹上报 那个时间上面好像有点像时区 不太一样 所以不论在沟通语言 组织文化 然后运作的这个文化上面 都不太一样 您如何在刚刚我说的 这一个暗场 关渡国中的公民电厂上面 你们 我看到是你们跟主妇联盟 然后还有台北市政府 这个当中的整合上面 有遇过什么挑战吗 应该说从头到尾都是挑战 就是阳光福德加 我们一路走来 一直在努力 就是希望让全民 可以参与绿能 并且共享 那这个到后面 其实也慢慢 我们在说服一些政府单位 去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其实包含我之前 在能源转型白皮书 也参与了像公民电厂 这样的一个重点方案 那这也是开始 包含从中央到地方 开始慢慢 公民电厂这样的概念 不只是一个概念 而可能是一个政策方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就这不是只有我们从商业模式 从市场面去努力 我们也希望它成为能源 转型政策里面的一部分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一直在跟很多民间团体的伙伴 我们一直在呼吁政府 要去正视一件事情 就是在推动绿能的过程 政府有很明确的转型目标 就是2025年 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 要达到20% 那这是一个数字的目标 数量的目标 但是我们在能源转型 我们要看的是 社会总体成长 这个所谓社会价值面 你是不是也可以 共同的成长跟带动 那我觉得公民电厂 公民餐饮 就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 或是 其实蛮常我们去跟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单位沟通的时候 一直要强调的是 能源转型必须要全民参与 他才能推动的更好 因为参与是 认识这样的一个政策 跟产生认同感最好的方式 那公民电厂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跟行动方针 那在公有屋顶的部分 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的部分 因为私人的屋顶 就是屋主同意就好 可是公部门的屋顶在过去 他可能就是打包标租给某些大型的系统业者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快速达标的方式 有道理 对 我一下子就可以达到 就是高层要我达到的数量 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下 我不是说它完全不好 数量的成长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 兼顾一个所谓让帮助台湾社会更好的一个直性成长的一个方式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始去说服一些地方政府 其实有一些过去被统一超标移留下来的所谓太小的公有屋顶 它可能就是规模不够大 那他们在规模经济底下 它就被抛弃了 但是这样的屋顶 它可能刚好20k瓦或是100k瓦以下 那这其实是一个最好去实现公民电厂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个机会跟台北市政府去有一个这样的合作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找到一个过去被遗留下来的一个可能没有很大的一个公有屋顶 它是一个关度国中 是一个学校 那它大概没有很大 就20k瓦而已 就像它想象它的规模真的没有太大 那我们但是公有屋顶它还是也就要走制度上的一个程序 所以它还是一样要公开的招标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诉求的 我们在招标办法是不是也可以把社会价值放进去 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鼓励公民电厂实施的一种方式 去让民间团体去使用这些也许规模没有那么大的中小型的公有屋顶 其实你也是活化了你的这些闲置屋顶空间 但是你更能够凸显这些屋顶的公共性 因为公有屋顶它其实就是一个公共财 那如果你就是永远只看到说我要收多少的租金 其实你就去忽略掉这样的一个公共资产 它其实能够创造更多社会参与跟社会服务价值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们跟这个案子我们就是透过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它去标注使用这个学校的建物的屋顶 那未来我们就会透过公民共同出资的方式 那可能包含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优先参与 然后包含我们跟社区会开说明会去 让社区关注公共附近的这些社区民众也可以优先来购买 那再来就是真的没有买完 我们才会开放到养望福德加平台 但以这个规模我是觉得应该我们在在地参与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了 它是大概多少万元的一个案子啊 它20k瓦的话100多万 那一片大概也是15000到19000之间 那个价格我们还在定 150001万6左右可能会再高一点 那可是这2万以下可能对民众来讲 还是一个可以参与的一个方式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这样的公民电厂 大家你可以去出资买一片 你也可以捐一片 所以呢包含学校他们就想说 哇那我们本来就有清寒学生的一些基金 那如果有人愿意捐个五片给我们 那我就会有一笔来自太阳公公给我的 那个清寒学生的那个奖学金 而且是持续20年每年都会有 对对对 那又可以把你原来的这个奖学金的这个基金池再放大 并且还支持环境的友善的一个爱心方式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电厂在关度国中 那并且是用公民参与的方式 那主副联盟更进一步的把这样的一个太阳能板的收益 那他们自己也有持有一部分的太阳能板 那这一部分的收益 他们还可以回过头来在关度国中打造能源教育的一个教室 有道理 让学生你在那个所谓现在的收益国教的那种课纲里面 他可以很直接的去参与跟学习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从不管各个层面 那其实他都让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的公民电厂的场子 转化成更有社区教育的意义 也包含学校教育 他们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教室示范的场子 那我觉得这从整的来说就是最大化一座太阳能电厂的一个效益 就太阳能电厂不只是一座电厂 它可以发挥它非常多元的社会价值的角色 我今天非常感谢惠平接受我们的访问 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把创新挂在嘴边 但是从今天惠平的故事来看的话 我认为创新它最终的目的是可以让多种效益一次达成 我可以说这个一次达成叫做小兵力大功 但是它其实是来自于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希望可以更深化的去把价值给传开来 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触媒 这里面的这一种能够让它发酵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梦想和实践力吧 在惠平的身上我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还要有失控的正向思考哦 就是你相信你可以 然后也感谢大家相信我们可以 那我觉得是大家一起促成这个梦想的实现 是 我今天非常感谢阳光福特加的共同创办人 他也是台湾绿能工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惠平 接受我们会客室的访问 谢谢惠平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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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